堂哥販毒又招待 五月天阿信無辜受累 警方在北投溫泉路巷內 查獲兩名男子正在毒品交易 另外一人竟然是五月天樂團 阿信堂哥陳文宗的小弟 警察上門盤查 小弟乖乖地拿出毒品及吸食器 警方也前往阿信堂哥住處搜查 陳文宗是前台聯邦大哥 16年前因為腰椎遭槍擊 造成下半身癱瘓 必須終身坐輪椅 警方後來搜出海洛因37公克 陳文宗還推說 販毒都是小弟個人行為與他無關 他只是自己吸食而已 不過這說法警方當然不踩性 訊後連同正姓毒販 將三人醫毒品罪嫌移送法辦 突發中心台北報導 哇 amazing 現在蘋果更多元化了 蘋果影創 蘋果影創 蘋果影創真的好看 阿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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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